對,已經完成了第二個步驟之後,我們就在下一步 下一步要決定的就是它截取的細節 那麼規預設的話呢,你的這裡通常就是比較低一點 你可以把它拉到最高,那這樣截取的細節會比較清楚 當然如果你覺得你的照片本身就沒有差太多的,那就沒差了 好,那當然還有一個情景就是如果你照片是很大張 尤其是數位照片你會指導的 可能這個細節調高,它轉的時間會久一點點 好,第三步驟就這樣而已 第四步驟就是要做微調 因為難免會有一些修的不好 所以你可以來這邊,你看它預設給你一個背景 如果你覺得這個背景剛好跟你本身的物件的顏色是比較接近 你可以換一下 好,那我現在把它放大一點 其實說真的,你放大你才會發現說 啊,有些地方還是真的,雖然去的不錯了 可是有些地方還是怎麼樣 是有點小夾子對不對 這個時候你看它是在減號,所以你可以把它錄一文 知道什麼叫微調了吧 OK 那不小心錄到這邊來怎麼辦 好,各位啊 就是你 在這邊你就是把它消灰來就好啊 所以它本身並不是說你塗掉就沒有 那你可以用這個方式再去瀏覽一下 看看哪一邊比較不OK 哦,像這裡有沒有 就不是很OK的 我們就來這裡把它稍微清掉 那筆刷可以調小 你的筆刷一樣可以調小一點 好,你就自己刷需要的地方把它擦掉 因為難免啦 尤其是你,你沒有放大看看 大概就不容易發現那些小的細節 可是呢 你把它放大看一下就知道 有沒有 以前有沒有學過不可靜而切換天呢 好,這裡也有一點點有沒有 這裡不是很好 好,就把比較不OK的我們稍微拿一下 好,大致上可以了 但是接下來各位要注意一下哦 你如果要按這裡 我會告訴你,下好離走 講了 好,我們有會 因為就不能再回去啦 好,所以如果萬一你按 按下去了才後悔 那就重來一次哦 好,我就確定 好,你做好的 預測呢,各位在這個選舉工具 請你把它移動到挑選工具 或移動工具要扔降 好不好 這就兩隻了 那麼,這兩隻要怎麼用比較好 你可以拿出來 也可以直接在扣登這個直接做編輯 因為你看一下 你看它右手邊這裡 這個你可以把它打開 有沒有發現我們這裡有兩個 一個是原來的 一個是已經去備好的 那你維持 假設你在這邊做 可以直接做合成 那也可以拿到Photop裡面 也可以拿到哪裡 也可以拿到我們在網站裡面 我先拿到Photop給各位看一下 要怎麼拿出去呢 從這邊 網路裡面有沒有叫做影像最佳化 這一個 這個是所有的Photop的版本都適用的 那如果你是用Photop這個10億以後的版本 比如家裡邊版比較舊 那你10億以後的呢 這裡你也可以存成公視訊使用 一樣可以有這個效果 那我先用大家都可以用的效果 就從這邊 網路裡面的影像最佳化 記得喔 我現在就選到那個物件 好 按一下 這個時候我只需要選定的物件 就是我現在選到這隻已經去備好的熊 好 確定 好 這個時候你了解一下 我們在這邊 你看 這邊有兩個對不對 左邊是原來的 右邊是出去 哇 出去了什麼有一個比 因為它的什麼 格式不對 有沒有發現它預測給我們叫ZPG 請你選擇PMG GIF也可以做續備 可是呢 GIF續備就不怎麼OK 所謂的不怎麼OK呢 是這樣子的 你看 有沒有發現 壓 有白白的 所以如果你是新手上路的 我就會告訴你去多發 有些網站 有些做的 剛開始做的 續備效果不太會的 就會做成這種浮遍 除非它的背景擺著 那就沒關係 可是不是擺著 那個就差很多 好 所以請你選PMG 你選PMG之後 你會發現它的 就跟我們原本的英文一樣 好 直接存出去就好了 所以你就看你要叫什麼名字 存出去 存出去之後呢 我們的播放結論 就可以拿來用 比如說 你在這邊 這邊 比如說我就擺入 不用拿 每次都用它 也不好一起 好 你看 你可以從這裡進來 對不對 影像物件 好 你記不記得以前我們Colocook有用過這邊 有 那這邊都是續備好的 那如果你希望 它就永遠都存在這裡的話 你可以用所謂的慧物檔案的 把剛剛那一張把它叫進來 好 那我這邊已經叫進來了 所以你看 我這邊有沒有多了一個 在這裡 好 請到它確定 是不是進來了 有沒有 這樣就續備好 所以你要合成到來都沒關係 像網路上我們常看到某種的報紙意 有沒有去過我不知道 但是很多是可以用回程 哈哈 所以就給各位玩看看 好不好 那是你在Polocook的裡面 所以我沒有學軟體 基本上你要學的是什麼 會整合應用 不同軟體 就跟你的手指頭一樣 背耳都缺 好 那我們要的就是它最擅長的 把它整合起來 讓你就能夠做出你最想要的東西